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马村里 透着一股子沉闷 在这儿住着一户人家姓曹 这屋子里边也没开空调 就靠转的那老式的吊扇 虽然说稍微凉快那么一点点 但是对于这一家人此时此刻来说 怎么着这心里那也不是滋味 为什么呀 这一天是曹家94岁的老人 离世之后的头期 就第七天 这个老人呢 照理说活的岁数不小 生前那也是武士同堂 无疾而终 这在很多地方 这叫洗丧啊 但是这一家人这心里边洗不上来 第一个毕竟自己至亲离世了 第二个来说老人生前就想着见见宠外孙女 可是就没能见着最后一面 那么这老人为什么会突然就离世呢 是因为前几天呢 下了一场雨 地面湿滑 这曹老夫人呢 摔了一跤 然后就卧床不起 大家都知道 对于岁数大的人来说 跟小孩不一样 小孩摔一跤 拍拍屁股 起来了 什么事没有 岁数越大摔一跤 越危险 老太太摔完这一跤之后 家人们眼瞅着 这状态可就不对了 一天不如一天 家族里边的亲戚们呢 包括左邻右里啊 朋友们呢 都来看望来 唯独就没有宠外孙女静静 这曹老夫人呢 就跟家人念叨 哎呀 有十几年呢 没看见过静静了 让她来一趟吧 让我们见上一面 我也就放心的去了 那么为什么十几年 没见着静静 因为这静静的父母啊 在十几年前就离婚了 离婚以后 静静就跟着自己的父亲 陈一贤生活 为了满足老人家的心愿 曹家就派人去找静静的父亲 陈一贤 前前后后 说了好多回 陈一贤呢 似乎总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就是不肯说出 静静现在的住址 也不肯透露静静的联系方式 曹家人呢 心里边就纳闷 是不是静静不方便过来啊 这十几年没见了 是不是心里边对咱们曹家也有些埋怨呢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陈一贤 为什么对女儿的行踪啊 要藏着掖着呢 这个事啊 连静静的亲生母亲曹贵之 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曹贵之后来说 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给陈一贤打电话 想让女儿到我家来 我家人多热闹 但是陈一贤 就是不肯让女儿来 他说呀 女儿跟我见面之后会吵架的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要说下来 亲生母亲曹贵之 对自己女儿的印象 一直还停留在十岁之前 还是一小孩呢 而家中唯一留下来的 只有静静一张特别小时候的照片 就在前两年 静静的姨妈还给陈一贤打过电话 就跟陈一贤说 静静啊 已经二十四了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让他来一趟吧 给他介绍个对象 陈一贤呢 当时在电话里就说呀 静静啊 现在在浙江绍兴老家呢 我跟他说过 他呀 不愿意来上海 他说上海的人呢 他都不认识 你看我这当爹的 我也不能把他绑架过来吧 既然如此 曹家人呢 也不再坚持了 这儿孙自有儿孙福吧 谈指一挥间 十六年可就过去了 十岁的时候离婚的 现在已经是二十六的大姑娘了 那么静静去哪了呢 怎么十几年就不露面呢 通常啊 离异的父母在对待子女探视问题上 处理方式会有不同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离婚 得在那离婚协议上写清楚了 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归谁 对吧 另外一方父母每个月可以探视多少回 哎 这个你都得写明明巴巴的 静静的父母离婚之后啊 静静跟着父亲生活 陈一贤始终不让女儿跟母亲见面 很多人呢 就猜测着 为什么陈一贤这么狠心 可能这跟陈一贤的身份和经历有关系 他经历过一些什么呢 陈一贤 浙江少兴人 上面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在家里他是排行老四 家族里啊 世世代代都是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普通农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通过读书就能改变命运呢 但是兄弟姐妹学习成绩呢 也很一般 也没有出人头地 1986年的时候 陈一贤二十出头 经过别人介绍 就来到了上海青浦 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班 有一个朋友啊 就见陈一贤 自己一个人在上海孤苦伶仃 也没人照顾啊 并且也是该找对象的年纪了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就是静静的母亲 曹贵芝 曹贵芝呢 比陈一贤小两岁 他呀 有轻度的智力障碍 属于伤残三级啊 就这个智商上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呢 也不是那么严重 就正常的交流 也没有什么问题 相亲的时候 陈一贤对曹贵芝可就不满意了 自己有胳膊有腿 我这智商很正常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娶一个智力有残疾的人呢 但是很快陈一贤又想 人曹贵芝家庭条件比我家条件好啊 我要是娶了他 我就能留在上海 这事倒是也行 他呢 就答应下来了 曹家人呢 就跟陈一贤商量 说你啊 是绍兴 离上海那很远 各位听友又说了 那不对啊 现在高铁很快啊 那是现在 原来那确实离着不算近 并且还说 以前呢 你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你的父母呢 也不用你照顾 你能不能入赘到我们家呀 在那个年代呀 说实话 大家思想呢 还比较传统啊 一般的男的不愿意入赘 他呢 虽然也不愿意 但他也不强烈的反对 毕竟入赘了 我就算是上海人了 这么着就答应下来了 1987年 俩人办完了婚事之后 陈一贤 这就算正式的成了曹家的上门女婿了 据陈一贤说呀 倒插门的生活并不美满 一方面呢 妻子有轻度的智力障碍 另一方面呢 他们呢 婚后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没多久 就夭折了 这给夫妻俩的这生活 这叫什么呀 雪上加霜 婚后第一年 1988年3月 曹桂枝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儿子的出生 为这个家庭带来了 无限的欢声笑语 带来了希望 可是由于护理不当 发生了意外 这一天呢 曹桂枝的妈妈 给三个月的小孩洗完澡之后啊 孩子就感冒了 曹桂枝的妈妈呢 就把一个玻璃瓶盛满了热水 就为了给孩子保暖 别冻着 可没成想 由于水瓶太热 孩子也不会说话呀 光会哭啊 一哭的时候 大人就想着 哎呦 这肯定是不好受 接着误着吧 热水就把孩子身上的皮肤给烫伤了 等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小孩被紧急送往医院 但是由于重度感染 医生啊 也无力回天 没抢救过来 三个月的小生命 就这么走了 尽管说 陈毅贤的丈母娘 当时也是为了孩子好 但毕竟孩子的死 和丈母娘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从这开始 陈毅贤和老丈人 丈母娘的关系 就没有那么融洽了 双方啊 都谴责啊 对方不负责任 时隔一年 陈毅贤的妻子曹贵枝 又怀孕了 1989年5月份 生下了女儿静静 因为陈毅贤 你是上门女婿啊 所以孩子 得跟人家曹家的姓 叫曹静 可谁也没想到 这时候的陈毅贤 跟岳父母之间的矛盾 那是越来越深 这一天呢 静静摔了一跤 就为这点事 陈毅贤跟老丈人 可就吵起来了 在争吵之中 陈毅贤的老丈人呢 明显表现出了 对陈毅贤家庭条件 不好的鄙视啊 甚至对陈毅贤家人的鄙视 这就激起了 陈毅贤的怒火呀 他呢 就悄悄的 把一根漏电的电线 放在门口 打算的 造成老丈人触电的事故 得亏让老丈人发现了 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 不过老丈人发现之后 那这关系刚完蛋了呀 打这起 双方的关系 进一步恶化 曹贵之 看见丈夫跟父亲的矛盾加剧 那也不能置身事外呀 于是 曹家人几次 要赶陈毅贤 离开这个家庭 那一段时间的日子过的呀 那真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陈毅贤呢 也一度想说服自己 忍吧 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我忍吧 我是坠序呀 我在别人的乌眼底下生活 咱得低下头啊 但是天天面对这个冷漠无情 争吵不断的家庭 他最终还是忍无可忍 决定静身出户 我什么也不要 我不过了 离婚的时候 曹贵之对陈毅贤说 我身体不好 我得吃药打针 我对静静也照顾不了多少 希望你啊 能把孩子带走 陈毅贤呢 也喜欢自己的女儿啊 于是就同意抚养静静 1997年7月份的一天 陈毅贤拉着静静的小手 离开了曹家 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先给女儿静静改了姓 从原来的曹静 变成了陈静 对于静静啊 他非常的疼爱 一方面呢 因为第一个孩子夭折了 另一方面呢 静静遗传了妈妈的基因 也是一个轻度智障人士 到了静静该上学的日子了 陈毅贤每天早上 早早的起床 给静静准备好了早餐 送她上学 中午再把午饭送到学校 可因为静静毕竟智力啊 是有一些影响的 考试成绩好多回都是零分 陈毅贤呢 就担心同学欺负女儿 于是总到学校去看静静 尽管她心里边再疼再爱 但是陈毅贤自己的生活 都快揭不开锅了 没有给女儿静静 带来多少的欢乐幸福 陈毅贤所在的厂子 效益也不太好 他们住的房子呢 也是一般再般 陈毅贤就说 98年3月份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我在一个私人老板厂里边坐 很长时间没发工资 当时我身上只有几十块钱 实在没办法 我问人家做豆腐的老板 借了三百 这么着带着三百块钱 就奔丧去了 没有稳定的工作 没有固定的住所 还得带着一个智力残疾的孩子 这对于陈毅贤来说太艰难了 压力太大了 左思右想 他决定带静静回老家 请父亲和姐姐帮忙照看着 本来呢 是把静静送回去 让父亲帮忙带着 可是静静啊 总是大半夜爬起来 不肯睡觉 陈毅贤的父亲 七十多了 也带不动了 后来呢 就把静静送到了姐姐家 在姐姐家呢 待了几个月 但静静啊 总是一个人晚上 醒了之后 趁大家睡觉 自己开门就跑出去了 藏在草堆里边 你怎么找 也找不着 人陈毅贤的姐姐也想啊 孩子托付给我 这责任重大呀 真把人孩子弄丢了 这可怎么办呢 加上姐姐家呀 也不富裕 家庭负担也重 无奈之下 又把静静啊 给了陈毅贤 陈毅贤又带着 回了上海 就在这时候 可出了事了 1998年11月份一天下午 天上下着小雨 陈毅贤带着女儿静静 从绍兴老家回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 大家也都知道 乘客多呀 嘻嘻嚷嚷的 陈毅贤呢 一时尿急 就到厕所去了一趟 因为静静啊 已经不小了 让他在厕所门口等一会儿 可等陈毅贤出来一看 静静啊 找不着了 他在厕所附近 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女儿 照理说 父亲看到孩子丢了 那不得急疯了呀 你得报警啊 但是陈毅贤当时没有报案 为什么呢 陈毅贤这心里边啊 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他后来回忆说 我呀 实在是没办法再抚养他了 我要上班 工资又少 再带孩子也没精力 我找了找 没找到 喊了几声也没回应 我就一个人回家了 就这么的 这个狠心的父亲呢 为了自己的生活 就不管不顾自己的女儿了 也不找了 一个人回到家 静静从此之后 去了哪 谁也不知道 静静走丢的事情 好像没发生过似的 陈毅贤这日子呢 也一天天的过下来了 陈毅贤 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总是躺床上 想静静 静静现在怎么样了 在哪生活呀 跟谁在一起呀 但是更多的 他认为静静的走失 对他来说 是一种轻松 一种解脱 他终于甩掉了这个包袱 时间一转眼 就过去好几年了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啊 陈家的亲戚都认为 孩子在上海跟着陈毅贤呢 曹家的人呢 都认为静静在绍兴老家 让爷爷和姑姑带着呢 的确陈毅贤 就是这么糊弄的 所以双方的亲戚 谁也没起疑心 一转眼 静静到了16岁了 辖区派出所的民警 就通知陈毅贤 说你家女儿啊 可以办理身份证了 可人都不见了 丢这么多年了 怎么办身份证啊 办还是不办呢 啊 这可让陈毅贤为难了 思来想去 为了继续隐瞒静静 走丢的事情 他动了一个歪脑筋 他们办公室呢 有一个女孩 叫小丽 这天呢 她就跟小丽说 小丽 你跟我家女儿静静 岁数差不多 静静在老家 不方便过来 就请你帮个忙 到派出所啊 替静静 拍一张身份证照片 小丽 想推辞 也推辞不过了 这陈毅贤死缠烂打的 那去吧 就到派出所 帮着拍了一张 陈毅贤为了感谢小丽 还专门给他买了一双高跟鞋呢 派出所啊 就用小丽的照片 给静静办了一张身份证 转眼 又过去了两年 静静 到了18岁 已然是成年人了 2007年的一天 村子里的住残员 通知陈毅贤 说静静因为是残疾人 可以享受 无业托敌补助款 这钱是政府 为了解决残疾人 没有工作的困难 为残疾人 专门发放的 陈毅贤一听 这好事啊 于是呢 用静静的身份证 办理了一张银行卡 每个月都会有 500多块钱的补助款 这对于陈毅贤来说 这是一笔外财呀 2009年 村委会通知陈毅贤 更换残疾症 因为需要提供 静静近期的照片 陈毅贤就从网上 随便下载了一张 女孩的照片 连同之前办理的假身份证 就换取了二代残疾症 2010年 有企业专门招聘残疾人就业 当考虑到残疾人身体 和治理差异 企业照顾一部分残疾人 可以不用上班 村里就通知陈毅贤 提供静静的残疾症 身份证 还有户口本 到民政局 陈毅贤呢 也都照办了 随后领取了一张银行卡 说每个月呀 都会给你这个卡里边 打补助金 这么几年下来 陈毅贤一共领取了 静静的残疾补助金 五万多块钱 全部用于 个人的生活开支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陈毅贤还是没把 静静走丢的事情 告诉任何人 在上海青浦华新镇 陈毅贤偶尔啊 也会碰到前妻 甚至碰到 曹家其他的亲戚 他们呢 也没再见过静静 那当然了 至于他们每回问 陈毅贤静静在哪的时候 永远都是一个答案 在老家呢 直到16年后 静静的外曾祖母 快过世的时候 静静的表哥叫微超 这才察觉到异常 微超说 我结婚的时候 就邀请我表妹静静过来 可是陈毅贤说 静静在浙江老家 现在我奶奶去世了 她还是说静静在老家 我呢 就起了疑心了 我想办法 找到了陈毅贤 一个老家哥哥的女儿的电话 我问她 静静在浙江吗 她说静静八岁 过年的时候去过一次 后来就没在那边 静静既不在上海 也不在浙江老家 那么这背后一定是有秘密 就在曹家人 起疑心的这段时间 陈毅贤呢 心理压力也很大 他呢 2014年4月底 在临时住所里边 用小刀割腕自杀 陈毅贤后来啊 跟民警就说 一连几个晚上 我反反复复睡不着 我割腕自杀了一次 我对不起静静 后来我反省了 我要投案自首 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要向公安机关 坦白清楚 最终陈毅贤 确实是自首了 不过女儿静静 当时是不是自己走丢的 这是陈毅贤的一面之词 事隔这么多年 没有办法确认他的真实性了 那么陈毅贤犯没犯罪呢 从弄丢女儿这件事情上来说 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静静当时到底是怎么走丢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陈毅贤涉嫌犯罪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也就是说 不涉嫌犯罪 但是他涉嫌犯罪的 有一个事情 就是这么多年 一直冒领静静的残疾人补贴 静静失踪了整整16年 为什么他能领到这笔补助金 这也说明啊 当年在补助金发放这个工作上面 是有一些漏洞的 当然近些年随着不断的完善啊 这些漏洞也都一一被堵上了 陈毅贤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自首 是良心发现吗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啊 他多多少少的 对女儿是有愧疚的 他还是保有了一些 人性深处的那些善良的 而曹老夫人离世 想渐渐静静 最终没能见成 这更加加重了陈毅贤的自责 所以他才想以自杀谢罪 也才有了后来的投案自首 从当时来说 静静走失已经是16年了 如果放到今天来算的话 已经20多年了 静静还能不能回到家里 静静在哪 恐怕啊 找到静静的希望 已经非常渺茫了 2014年10月9号 最终陈毅贤以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唤刑三年